然后找到我们放的位置是download这个路径 这边有个BS按开启 你会发现这边就会出现一个module 11 这个就是我写的 你们可以两边参照一下 但是可能会有个问题说 我的工作号名称 跟你的工作号名称一样的话 那他会有冲突 所以你们最后 看要不要把我的名称给改掉 然后比对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有错误的 如果完成的同学 后面因为我们范例档里面 还有别的练习 比如说各位可以开启那个 这个范例有没有 里面还有应用范围 应用范围里面有Q式的 就是问题式的练习 那比如说Q403好了 你把它打开来说各位可以看到 他实际上 A到J 如果说A到J 等于是1月 3月到3月对不对 那现在是A到J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A到J帮我整合一下 那整合的名称你自己想一个吗 也可以叫DG或者叫其他名称都可以 也就是在A这边按一个按钮 资料 资料表整合按下去 自动产生一个 全部的表单 其实也是一样 甚至你可以把刚刚的程式码复制贴上 改一改地方 很快就出来了 OK 这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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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